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我们来说一起有关巨人的目击事件 巨人是神话或传说中的生物 它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 希腊神话中有巨神族泰坦巨神和泰坦女神 北欧神话中,世界的最初生物是约顿巨人 它们诞生自冰淫火之间之后诸神才出现 阿尔兰岛凯尔特神话中 曾有六个种族前后成为岛上的主人 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弗姆尔巨人族和达纳神族 中国神话中,盘古、夸父等等都可以称作巨人 《圣经》里也有许多有关巨人的记载 比如《启示录》第20章及《以西结书》第38章 提到哥格和北方马各地区的末世国王 而哥格和马各在英国是巨人的代称 有关巨人的神话遍布各种文明之中 如今在世界各地还能看到形态各异的巨人实相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人们 也许巨人真的存在 照片里的男子名叫Andrew Dawson 安德鲁·道森,年龄34岁,是一位加拿大人 2021年7月,他在某短视频社交媒体上传了第一支视频 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会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比如他的狗,他的车,他的家人 安德鲁上传了近百条生活类的短视频 但这些内容都很普通,并不怎么吸引眼球 因此观看量并不高,只有几十或几百 从安德鲁上传的一些视频中可以看出 他应该在当地某个工地上班 他每天开着他的黑色皮卡车上下班 穿梭在公路上 有时还会目睹一些交通事故 2022年4月10日这天 安德鲁开着车载着一位朋友行驶在公路上 期间他在远处发现了一个东西 并拿出手机拍了一支视频上传到网上 而正是由于这支视频 使他的命运彻底改变 安德鲁驾驶着车行驶在公路上 期间他发现远处山顶附近似乎有什么东西 于是他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过程中他还特地放大 虽然镜头十分摇晃 但不难看出 在靠近山顶的位置有一个人形的东西 从比例上来看绝对不是普通人类 而像是一个巨人站在山脊之上 安德鲁也给视频打出了标题 这是一个巨人 在第一支视频发布之后 迅速火遍了全网 许许多多网友在他下方留言 建议他再回去重新拍一下 弄清楚那个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网友抱怨安德鲁拍视频的时候 手太抖了 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 让人根本看不清 安德鲁平时分享的内容总是无人问津 现在视频火爆后 一下子有那么多人留言 其中一些还带有讽刺和调侃 这让34岁的安德鲁感到不太爽 所以在第一支视频发布的两天后 也就是2022年4月12日 他又上传了一支视频 视频里安德鲁似乎在某个工地的停车场 除了普通汽车还能看到一些工程机械设备 远处就是前天疑似发现巨人的那座山 但此时巨人已经消失 安德鲁对网友的一些批评 予以了回应 他解释道 那个东西离他实在太远了 根本无法稳定拍摄 还说谁要是给他一架直升机 他可以飞过去看看 这一天他又发布了另外两支视频 安德鲁开着车行驶在公路上 似乎正朝着山的方向驶去 想近距离拍摄 但无论从什么角度都看不到巨人的身影 过了一天时间来到2022年4月13日 这是他发布疑似巨人视频的两天后 这天安德鲁新发布了四支视频 这天他去找传说中的巨人 可是和昨天一样巨人已经消失了 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视频里的安德鲁表示 他想再次进入山区 但被疑似CIA之类的特工阻止无法进入 他对不能进去感到很疑惑 但后来不得不调转方向 虽然他受到了阻力 但他并没有想要停下的意思 他决定在第二天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进去 第二天 2022年4月13日早上5点半 安德鲁坐进了汽车 带着他的狗 准备再去寻找巨人的踪迹 安德鲁又往山的方向行进 这次他还是没有看到巨人 但是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他似乎拖着两条长长的火焰 就在那座山的上方 又过了一天 2022年4月14日 他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期间看到天空中有几架直升机 而其中一架直升机下面 吊着一个不明物体 可知的是 既然可以用直升机运输 那么该物体不会太重 这天晚上 他开到一条小路的时候 有一辆黑色汽车 停在前方拦住了他的去路 对方没有亮明身份 看起来有点像便衣特工 他让安德鲁立刻掉头离开 似乎很担心有人进去会发现什么 安德鲁遭到拦截后 只能掉头 三天后 安德鲁更新了第11支视频 安德鲁在家中 似乎突然发现被人监视 打开门后 发现是一辆黑色汽车 那辆汽车和之前拦截他的汽车 十分相似 对方见状后立刻驶离 这支视频发布之后 安德鲁就断更了 时间来到2022年5月7日 也就是在安德鲁断更的将近一个月后 他在万众期待下 终于更新了一支视频 Hey guys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an update I'm not dead I have not disappeared I have just been busy with life I couldn't get around to posting and updating you guys so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an official update of what's been going on 自安德鲁发布视频以来 有无数人质疑他 视频是为了流量而作假 在这支视频里 安德鲁承认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有人发现 他的眼睛会不自觉地看向旁边 就好像旁边有个人 那人正在胁迫他说出这一段话 也许安德鲁在确认 自己说出来的话 是胁迫他的人想要听的话 正当人们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 2022年5月17日 距离上一支视频发布的10天后 安德鲁神情慌张地出现在镜头之前 这是他发布的巨人系列视频的第13支视频 长度只有短短的8秒 安德鲁看起来在自己家 他不时地望向窗外 仿佛有人在监视他 最后他说了一句 那些视频不是假的 第二天2022年5月18日 安德鲁发布了最后一支视频 也就是巨人系列的第14支视频 视频里安德鲁在靠近山顶的方向 看到了一个建筑 那个建筑不像是普通的民房 上面有两根天线 有点像某种军用设施 他说昨天的时候那个建筑还不在 今天一下子出来了 这一连串的视频发布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安德鲁在造假 有人则坚定地相信他 没想到在这期间 安德鲁突然关闭了TikTok的评论功能 这让整起事件变得更加诡异起来 而在山顶建筑视频发布之后 安德鲁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无数网友都在关心他的动向 时间来到2022年7月 这是安德鲁停坑的一个半月后 加拿大当地新闻媒体网站上 刊登了一则复告 安德鲁道森在2022年7月1日这天去世 周年34岁 在这则复告上有安德鲁的照片 还有他家人的名字 但就是没有写人们最想知道的 他离世的原因 在2022年5月13日的时候 一位Podcast主播Tony Merkel在节目中表示 他曾在Instagram上给安德鲁发去了私信 希望对方能接受他的一次采访 嘿兄弟你愿意来我播客节目 聊聊巨人视频的事吗 请回复我谢谢 Tony私信对方的时间 是在安德鲁发布承认作假视频的6天后 也许是安德鲁不怎么用Instagram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复 不过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23日 安德鲁突然回复了Tony 嘿兄弟 那个巨人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所有的都是假的 为什么这么问 你看到了什么 之后安德鲁还让Tony注意安全 最后安德鲁回复的两句话是 我不能再说了 它没有发生 在Tony收到安德鲁私信的一星期后 安德鲁的复告出现在了当地的媒体网站上 除了TikTok 安德鲁还有一个脸书账号 此前他曾高频率地分享自己和家人的各种生活片段 最后一条更新日期为2022年6月25日 目前该脸书账号仍然可以浏览 但已经转为了当年账号 看到这里 相信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疑问 整体事件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安德鲁拍到巨人所在的位置是在贾斯伯国家公园 这是一座位于加拿大洛基山脉上的大型国家公园 占地面积近11000平方公里 该公园在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遗产 国家公园内自然风景壮观 有冰川、温泉、湖泊、瀑布、山脉等等 还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 每年吸引着无数户外爱好者前来 然而这个地方自19世纪起就陆续有超过200起大脚野人的目击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无疑给当地增添了神秘色彩 2014年的时候就有人在这里拍到了疑似大脚野人的视频 这样类似的目击报告不仅发生在当地 全世界各地都有 人们总是相信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里生活着野人 或者说是巨人 基于这些巨人的传说以及目击报告 让整件事情的真假变得扑朔迷离 我们回到安德鲁发布的巨人系列的第一支视频 安德鲁开着车行行在公路上 发现疑似巨人的山峰离他非常遥远 有网友质疑 正常开车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注意到那么远的地方 不过有一种可能是 第一个视频里面不只有安德鲁一个人 他旁边还有一个同伴 可能是他的同伴先发现了情况 然后再提醒安德鲁往那个方向看 最终安德鲁拿出手机拍摄 实际上安德鲁从来没有给出过发现巨人的具体地点 在贾斯伯国家公园地区 曾有人在惠斯勒山上发现巨人的目击报告 但安德鲁拍到的那座山并不是惠斯勒山 那么安德鲁拍到的是哪座山呢 注意看 视频的这个地方有一条岔路 岔路上有一块路牌 路牌上的字非常模糊看不清楚 但在地图上查找一番就可以找到了 这条路应该是Yellowhead Highway 很遗憾由于这段街景拍摄的时候起雾 所以看不见远处的山峰 但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地方与安德鲁视频里的是同一个地方 从街景中可以看清路牌上的字 上面写的是Ceaderside Regional Park 翻译过来是雪松地方公园 这是当地的一座公园 定位到这个位置后 就可以知道远处的山并不是惠斯勒山 而是另一座山 名字叫做独木舟山 有人说安德鲁拍到的巨人是英努伊特石堆 英努伊特石堆广泛分布于北美洲的北极圈 这些都是原住民做的人造石堆 往往会建造在比较高的地方 目的是用来做标记物指引方向 从山下远远望去 英努伊特石堆就像一个巨人 但安德鲁原片中的巨人 似乎与英努伊特石堆的外形不太一样 实际上当地确实有英努伊特石堆 但安德鲁拍到的不是 我们现在知道 安德鲁视频里的是独木舟山 而这个山并不是什么禁区 很多人都上去过 从山顶上来看 可以看到附近有一座手机基站 安德鲁拍到的巨人应该就是他 至于为什么之后的视频里 这个手机基站消失了 这个并不难 只要稍微变换一下拍摄角度 很容易就能让山级上的巨人消失 然后是山顶上方的疑似UFO 这座山又是另外一座山 没有猜错的话 这并不是什么UFO 而是喷气式飞机喷射出的航迹云 视频里之所以呈现黄色而不是白色 应该是拍摄的时候 正好处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 再来看直升机的这段视频 当地森林面积广阔 伐木业发达 用直升机来运送树木 在当地非常常见 安德鲁是当地人 看到这样的场景后 不应该发出那样的感叹 再来看这段在路上被拦截的视频 遇到有人拦截 安德鲁不知什么原因在关键时候没有拍到对方的脸 对方不是警察也没有亮明身份 安德鲁遭遇拦截后 完全没有和对方理论 而是乖乖的掉头开走了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在家里时发现门口有人监视 安德鲁发现那人开的车 和之前拦截他的人开的车一样 在出门之后 对方马上就开走了 这里至少有两个地方是不符合逻辑的 首先如果对方真的是什么局的特工 怎么会用那么业余的方法来监视安德鲁 第二安德鲁发现车辆开走后 逻辑上应该立刻将手机摄像机放大 来拍到对方的车牌号 安德鲁对这样的操作很熟练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在道歉视频中 安德鲁的眼神时不时的看向旁边 这样人认为他受到了某种胁迫 首先从逻辑上来说 如果他真的受到某种胁迫 之前他发布的视频应该都被要求删除 这样才不会让此事继续扩散开来 而事实上那些视频全部都在一个都没有删除 另外从安德鲁分享的一些内容来看 他很擅长表演 所以眼神看向旁边 很可能是他有意为之 山上的黑色设施究竟是什么 请注意他上方的两根竖着的类似天象的东西 实际上他就是贾斯伯国家公园的缆车站 这个缆车有一个官方网站 从一些介绍中可以看出 他绝对不是在一晚上建成的 而是在1964年的时候就建好了 最让人困惑的就是当地媒体网站上的那则复告了 然而仔细进入这个网页可以发现 这篇并不是所谓的记者报道 经过一番研究后发现 该网站有一个板块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复告 另外从网页代码中可以看出 该则复告发布的时间是在7月1日的0点至7点 而根据复告内容 安德鲁就是在7月1日这天去世的 当然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安德鲁在当天凌晨去世 然后马上就有人发布复告了 安德鲁的复告上虽然没有写明去世的原因 但几乎全部家人的名字都列了出来 另外之前有提到 安德鲁的脸书账号也变成了悼念账号 他的所有社交媒体再也没有更新过内容 这点又让我犹豫了 有谁会用自己的死来制造一场恶作剧吗 如果这真的是恶作剧 那么他绝对做的出色 如果这不是恶作剧 那真的令人感到沮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